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個白菜燉豆腐的方法 是先炒白菜還是先燉豆腐 今天教你正確的做法 粉紅薯粉條 用開水把粉條泡用 白菜給它掰開 糖 油 酪,果酪,果酪 酪,果酪 酪酪 糖 糖 酪酪 糖 子末 糖 包裝 切成薄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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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拉油 给粉条搅开 煎至金黄三个 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 炸五花肉炒至金黄更香 炸好的五花肉倒入姜片 断 再来点辣椒 调味 调色 白菜斑下入大炒一下 炒香下入白菜叶 白菜叶按熟 白菜吸饱了油 下入豆 下入泡好的粉条 加入清水 加入清水 盐 白糖提鲜 鸡粉调香 来点刺激的紫蘭粉 抽加色 来点海鲜味 蚝油 放点老抽 颜色浓烈一些 来点胡椒粉去腥 上盖炖五分钟 太香了 美味的白菜肉 炖粉条做好了 鸡肉 营养特别的丰富 可以当主食 白菜软嫩 特别好吃 豆腐吸饱了汤汁 也特别入味 粉条爽滑 特别筋道 也特别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 快点来试试吧